另外来看到就是东森热门谈话性节目奖量化 进入第十二季了 更关心美国华人的发展 不只推出全新单元 接班人 探讨新旧世代交替 以及新旧移民变化 第一集就特别请到了 享誉全球的许氏深夜集团的总裁父子 大谈接棒金 经营深夜四十年 一手打造起横跨北美日本和台湾 最大的华人花旗生企业 总裁许忠正选择把企业交棒给 哈佛毕业的大儿子许恩伟 节目中自爆三次邀请儿子出山接班 直到一场出如其来的血灾 才让许恩伟下定决心帮父亲打理江山 他花了一辈子 对 他生活一半是交给这个公司做好 也是养我跟两个弟弟 那如果我没有好好照顾他们 帮忙他们 这个也不太像中国孩子 而一年之际在渝春 正在准备升学计划的学生们 升学全方位单元 哈佛全方位教育集团 将有为期四天的加州名校友 不光可以参观校园 还会坐在教室里感受学习气氛 更重要的是有机会见到录取审核员 我们在选取第一个要见什么 审核员 这个厉害 要知道说你们需要喜欢哪种学生 你们的这个录取目标 录取标准 是不是 很多小孩子就在这时候醒过来 原来妈妈一直说我做的不够 是真的 不是他对我有偏见 另外法律人生单元 本周许志明律师将讨论 HOA社区管理委员会的问题 包括委员会成员是否必须是房主 以及从法律上如何分辨合法房主 完全就看说这个委员会是的 当初选他们上去的是谁决定的 OK 然后投票数是多少 有谁在场 在场的人是不是都是投票的人 至于来去玩单元 旅游搭人安颂逆深入介绍 古巴各地热门景点 欢迎观众锁定周六与周日的 东森与超市频道 东森新闻彭离 孟子文 大洛杉矶的采访